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记录保持了近三十年 至今仍无人打破 公泽李慧红得很早 这要归功于他的母亲公泽光子 光子年轻时也是个美人 曾经做过明星梦 可惜蹉跎多年 始终未能如愿 只好匆匆嫁给了一个荷兰人 其料 光子怀孕不久 荷兰人就被强制遣送回国 从此音讯全无 生下李慧后 为了糊口 孔子只好滤落到六本目的夜总会陪酒 这样的工作性质自然没办法把女儿宰在身边 小李慧被送到姨妈家里寄养 一住就是十年 直到十一岁那一年 他才被妈妈随回东京 终于结束亲人理下的生活 小李慧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 殊不知迎接她的不是七八牛的幸福和快乐 而是无穷无尽的黑暗以及不堪 因为光子看到女儿出了她听听欲力 便蒙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又让女儿代替自己实现未尽的明星梦 以彻底摆脱婚长卖笑的卑贱生活 于是 为了纠正李慧害羞 怯怒的个性 光子敬巴女儿带到夜总会 让她和自己的熟客们交集应酬 有四处搜寻机会 带着李慧去参加杂志社和电视台的各类面试 终于 从十一岁开始 李慧陆续接拍了一些杂志封面和电视广告 成为小有名气的同情 她演戏的天赋也开始逐渐显露 十四岁 李慧在三景不动产的形象广播片中亮相 身穿水手服 眼神灵动 笑容耀眼的少女白鸟栗子深入人心 第二年 李慧又凭借电影《我们的七日之战》 一直拿下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新影奖 对于一个首次登上大荧幕的新影而言 这个成绩足够亮眼 人美 演戏又前置 还未成年 公色李慧就已经成为红遍全日本的纯情无相 如果寻找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她的未来必定一片璀璨 可 她的母亲等不及 光子认为 女人的花期短暂 一旦美貌不在 就会被观众无情抛弃 她的女儿应该要在最美的时刻 找出一切可能的机会 站上人生的巅峰 因此 早在李慧与北野武首次合拍广告期间 光子就冻起了心思 那时是1987年 李慧十四岁 而北野武年过三十 已经是明满全国的演艺界大丸 为了争取到北野武的提携 一天晚上 光子拉的女儿敲开了北野武的房门 光子委婉地对北野武表示 人在一乡 如果感到寂寞 李慧可以陪前辈聊天解闷 北野武看着色索在光子背后的少女 皱了皱眉 断然拒绝了 光子还不死心 一记不成 又生一记 1991年 光子带着李慧 飞往美国新墨西哥州拍摄写真 开拍第一天 当日本国宝级人体摄影师 小山寄信告诉李慧 他需要全裸出镜时 女孩惊呆了 这时的他还差两个月才满18岁 但他妈妈却只说了一句话 我们大老远来到美国 不是要来拍无聊的照片的 他知道只要妈妈决定了的事情 自己是无法反抗的 这时小山巨星也承诺 只要李慧不满意 就算拍了也绝不采用 李慧这才面为欺难点头答应 刚开始全裸上阵时 他还显得扭捏不自在 不过一旦克服了心理的障碍 李慧到渐渐放开了 最后 这部取名为散特费的大尺度写真 已经上市轰动全岛 因为供不应求 写真集的价格很快被炒到 人家的数倍之高 一年的时间 销量高达165万册 创造了日本写真作品的销售神话 而光子凭借这一决断 轻松收获过一百岁 赚得盆满钵满 可 针对李慧的争议 排身倒海而来 万中瞩目的唇窍武相 画风突变为 靠脱博人眼球的艳形 工作李慧青春孕育的形象 瞬间坍塌 很多粉丝不理解 也不接受 他们认为他自甘堕落 为了钱竟然充满身体 纷纷脱粉而去 李慧有口难辨 只能沉默一对 好在 他失去了忍气 却收获了爱情 花天公司比李慧大一岁 是日本相扑界的国手 也两家住处相近 光思与李慧自小相识 当李慧因遭受非议 而情绪低落时 光思常常陪伴他 安慰他 日子久了 两个年轻的心越走越近 1992年底 两人牵手召开记者发布会 宣布将于第二年的五月结婚 发布会上 19岁的李慧笑得 情绪未有的灿烂 纳使了他坚信 自己渴望已久的幸福 指日可待 谁知 就在所有人翘首期盼 这场世纪婚礼之际 指新娘却突然单方面 提出了解除婚姻 此时 距离两人甜蜜订婚 还不到三个月 怎么说算就算 直到2014年 歌手美川现衣爆料 才揭开公司李慧 与花天公司分手的内幕 原来 当年因为担心女儿婚后 会退出演艺圈 光子便请了美川现衣当说客 美川现衣花了一个小时 与李慧肯谈 劝他说 你身上背负着很大的责任 你妈妈只有你一个女儿 嫁过去的话 要你妈妈怎么生活 不能只顾你的心情 就不顾一切和花亭在一起 李慧听完后泪流不止 却并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光子见此 又加了一把火 他对外散布消息 说李慧与北烟舞 正在秘密交往 留言传到光思父母耳中 爱子心切之下 他们马上命令光思与李慧分手 就这样 一对原本真心相爱的恋人 生生被光子拆散了 爱情没了 亲情更像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所有的一切都在向他 说明一个事实 那就是 公司李慧是一个彻底的笑话 这种自我否定的想法 让他倍感煎熬 终止崩溃 1994年9月 公司李慧为情自杀的消息 被媒体宣言得沸沸扬扬 他在酒店里用水果刀划开了左腕的动脉 血流入住 幸好被助理及时发现 把他送去了医院抢救 才捡了一条命 可 当他痊愈后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 所有人都倒进了一口冷气 因为他已经受到脱象了 一米六七的身高 体重却暴跌至不到40公斤 脸色的婴儿肥早已消失殆尽 力气不见得 还有眼中的神采和脸颊的笑意 所有人都相信了媒体早前的猜测 公司李慧患上了厌食症以及抑郁症 1996年初 眼看着女儿再也无法正常工作 公司终于同意 女儿暂停演艺事业的请求 李慧随在母亲的陪同下 飞往洛杉矶 接受厌食症和抑郁症的治疗 谁知道这一期就是数年 在他离开的几年 日本娱乐圈风云变换 戏人辈出 很快 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 都渐渐把他遗忘了 没有人关心 在大洋彼岸 有一个女豪正在与死神进行着殊死搏斗 无数个日夜 她徘徊在死生的角色间 精疲力竭 直到她被两件事治愈了 第一件 是她读到黑田征太郎的绘本 《败起樱花开始》 突然被书里的一句话定醒了 明知会散落 仍不拒生开 这句极简洁的话语 其实是作者想表达失去爱因史 虽痛却不悔的复杂心情 看见公泽李慧的心理 却幻化为耀眼的光束 驱惩了她的绝望与茫然 她反复阅读这本绘本 从中重拾生活的勇气 并在这个过程中 找到疗愈自己的第二件事 那就是画画 再次归来 公泽李慧一部《游园惊梦》 寂静四作 2001年 她评价此片读得莫斯科电影节 最佳女主角 这个奖心也许冷门 可却是日本女演员 首次在国际爱情电影节上奉厚 消息传回日本轰动一世 无论是媒体还是普通民众 都感到难以置信 那个总是丑闻缠身 被很多人欲言 活不成的过去云艺人 怎么就成为国际影后了呢 可 只要看过《游园惊梦》的人 没有一个不服气的 因为 这是一部纯正的华语电影 一个不会中文的日本女演员 却掩活了 擅长昆池的民国格迹 而她 凭借这个奖项 重新赢回日本观众的关注 直到这时 大家仿佛才发现 公子李慧已经脱胎换骨了 虽然她已年纪三十 再也找不到少女时代的巅峰颜值 可如今的她 眼神坚韧 神态淡然 这种沉静 从容的风范 是当年的她所不具备的 因为这是经历臣服之后 时间和乐力对她的馈赠 她凭借这份礼物 一寸一寸收复实地 而《游园惊梦》 无疑是一个漂亮的开端 也是一首华丽乐章的戏曲 真正的精彩和高潮 还在后面 2002年 公子李慧 并接电影《黄昏清兵卫》 成为日本电影学院奖 和报纸电影奖 双料影后 这部电影 她的戏份不多 可表现竟然好到 被烟雾不计前嫌 对她大加赞赏 她看完电影后说 这部戏 只用看公子李慧 一个人的表演 就已经够了 而此后的电影《指之月》 更让她狂烂七大奖项 成为南坡 日本所有重大电影奖项的 大满贯 最近的一次获奖 则是2017年 公子李慧 因在电影《滚烫的爱》中 完美前世了一位 坚强伟大的母亲 三度丰厚 一次得奖 可能有人会说是运气 可要成为奖项收割机 没有无可争议的实力 不利于异想天开 而实力的背后 固然离不开天赋 但更关键的是 迎接挑战的勇气 和不断精进记忆的决心 当年她黯然离开日本时 所有媒体都预言 公子李慧的时代已经结束 可20年后 她用奖项等身无声宣告 属于她的时代 从来没有结束 或者也可以说 当下才是演员 公子李慧的黄金时代 公子李慧彻底治愈了自己 不仅仅在于 重新赞赏了事业的高峰 更在于 她真正放下了怨与恨 从原生家庭的不幸中逃脱 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2014年 光子因肝癌不治身亡 摸进去世后 无数媒体追问公子李慧 对差点固着她一生的母亲 恨吗 公子李慧平静地回答 如果是很早以前 她可能会说恨 恨到我只能接受自己的生命 来断绝与她的联系 但是现在 我是想说 人生的试炼 其实是上天的奖赏 母亲教我许多 做人处事的道理 是我这辈子 最重要的宝物 事实上 因为癌症 光子已经留美疗养多年 这位被媒体称为 夺母的母亲 再也没有能力 干涉女儿的人生 可公子李慧 并没有表现出 彻底解脱的喜悦 反而一有空 就飞到美国陪伴 照料母亲 没人知道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 光子 有物丝毫悔悟 不过 所有人都知道 公子李慧不仅是个好女儿 也是一位好母亲 她的女儿出生于2009年 是她与一位日本富商的爱情结晶 可惜 由于丈夫长期赞美发展 两人感情转弹 于2012年离婚 此后 公子李慧独自抚养女儿 她工作时 常会把女儿带在身边 让女儿了解她的工作性质 2015年7月 公子李慧带着女儿 登上了杂志封面 值得一提的是 拍摄这张封面的 正是24年前 为她拍摄 楼梯写真的 小山寄信 只不过 如今的她 再也不是母亲的体现木偶 而是一位 仅仅把女儿 护在怀中的母亲 在她的眼中 我们可以读到温柔 以及那一抹 都属于母亲的简易 生命看似 无休止的轮回 母亲逝去了 她从女儿变身为母亲 可有一些东西 的确已然不同 至少 无条件的爱与保护 她从未在母亲那里得到过 可她的女儿 却统统得到了 所以 与其说是轮回 不如说 这是一个群星的开始 回遍往昔 迈向新生 去年春天 她再婚 丈夫是小她六岁的演员 森天刚 婚后 夫妻俩常常被拍到 失职紧扣的 铜矿照 在这些照片里 46岁的公泽李慧 脸上的表情是松弛的 状态是愉悦的 过去这么多年 她一个人走过了 所有的难 如今 小米终于找到了 她要的四月金号 余生 愿她幸福 因为 她值得拥有 好了 今天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卡卡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